各位观众,欢迎来到《认识人大政协》这个节目和大家见面 不知大家有没有留意到,今届全国人大政协的名单之中 同样是立法会员的,总共有24位 被新闻界形容是人财内循环 今集请来的嘉宾都是商聊的 同时是全国政协委员,也是立法会员 非常欢迎就是Michael,李镇强先生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分享 有啊,Kathy 我知道你今届属于政协新丁 差不多一年时间了,过去就是去年三月的时候上任到现在 回顾过去的一年,其实大概做了什么职务值得和大家分享 有没有什么深刻的见闻 还有就是观众朋友很希望知道了解多些镜头以外的东西 有没有三月两会以外一些很值得分享的经验呢 当然好,其实作为一个议员新丁 又是政协新丁,其实很惊喜 双妙新丁 是的,很惊喜地受到国家的委任 成为一个国家的全国政协 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特别在两会期间 就是去开两会的时候,发现到所有的政协委员 都是来自五湖四海,真是五光十色的 他们来自不同的范畴、领域、有不同的职业、阶层 甚至有很多不同的人士,即是来自不同地方 很简单,我们这么说,个人都知道的 我们那个很能打的殷子丹 其实都是全国政协来的 但你没想到在镜头后面,就是我们的私底下 他非常非常友善 对,这样跟我们所有政协都打成一变 特别他有他自己的一些独特的眼光、意见 还有他在不同地方拍戏、不同地方的一些祭遇 他都可以以国家的角度去说给我们的政协的 其他的委员分享给我们 所以这件事是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你会见到,其实可能很多时候 在观众的电视机面前就会见到 开政协会、委员大会很多时候 为什么我们都是这样举手赚成票这么多 其实原来在每一次的开会之前 我们都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些小组的会议 去分享我们的不同的建议 集思讲益、求同传义 这样去做好我们那个政协的角色 或者人大的角色 我还听到这些委员说 你们说的东西其实即晚就立即是削除了 是的,还削除了之余 还要问我们是否写这段东西 或者是否你说的这段东西 改正最签名 就是要cross check你们 还要cross check,就是让我们去cross check 就是证明国家其实是尊重着我们的每一个意见 而我们的意见、我们的字眼 还是真的摆在一些提案里面 我们觉得是很骄傲、很感到被受尊重的一分之 所以我们经常都很欢迎市民 或者这么多个精小微企的商人 随时有什么意见 可以随时反映到给我们知道 让我们亦都可以如实感到 我知道你近期都在不断收集 是吗? 是的 在三月做好准备 是的 所以现在都在来这件事 所以其实是很开心的 做到这个政协这件事 除了三月我们看到两会比较繁忙之外 其他的时间是否都很繁忙的去考察 或者是要提议的呢? 其实之后我们开研会之后 我们也都要将我们的两会的一些精神 或者两会的要撮都要分享给市民知道 特别是今次的两会其实非常之重要 我们选了我们的习主席 成为我们的国家主席 又是军委主席 李强做我们的总理 我们见证到这一刻非常之开心 特别是在主席里面 在他的报告里面提到发展这两个字 其实是比安全这两个字眼是更加多 就是证明国家是很重视发展 特别是我们经常都说高质量发展这五个字 这高质量发展其实是在乎于如何科教兴国 令到我们国家由以前的一窮二白 变成了现在更加成为世界的强国之一 既然你是政协新丁 也让观众朋友多点了解 究竟你做了全国政协的身份之后 其实主要是关注哪个范畴的事 因为你本身是工程师出身的 会不会都在专业界别那里 会多点分享你的见解和经验 其实作为全国政协 你会见到自己的眼光 那个视野是阔了和远了 大局一点的 原因其实我们不是看东西看大了 或者是阔了 是国家给到我们的机会 去令到我们看到的场景是壮观了很多 很简单我们经常都说 就是内外相循环这个字眼 那为什么国家是做到的呢 第一国家的人口够多 是不是 另外第二他们是着重一个叫 刚才我说的高质量发展 他高质量发展是用一个以人民自常的精神去做的 就是很简单 大家都深切体会高铁 基建 是不是 那些的人工智能等等 国家其实已经一日千里 特别我说基建 就轮近我们的心中的通道 它可以为了我们的居民的便捷 由原本两个几钟头车 由深圳去中山 一旦通了车之后 二十到三十分钟就可以搞定 那你想想 国家是为了大湾区的建设 这个国策 他做了很多不同种种的一些的措施 一些的建设在那里 是希望将来当经济蓬勃的时候 我们的那个居民往来出入是更加方便 这结合工程师出身的你基建 再结合这个经济发展 是啊 再加上其实国家刚才都说过 很注重一个叫做 就是双碳的一些的政策 特别碳排放这件事 怎样可以达到 所以他们做了很多的一些的 新能源的一些的产业 电动车我们香港 现在最近才兴起 其实国家里面已经是 周围地方都已经有不同的政策 还有些电池等等 再加上还有些新能源 轻能甲醇这些新能源的产生 其实令到我们那个香港 那个产业的选择 可以选择的优中选优去选是更加好的 所以我作为立法医员和全国政业 就可以在国家里面去挑选一些更加好的东西 来香港 透过香港作为一个跳板 作为一个超级联系人的角色 把我们国家的产品带到全世界 我们经常说 其实在政协的提案方面 我们经常见证着中国的速度 其实你自己譬如去年的三月 有没有一些经验之谈 看到中国的速度 很快已经有双方的部位 找你去讨论你提案的内容 那个进展又是怎样的呢 其实我有个提案 真真正正的就是说 怎样增强我们教师和学生 对国情教育的一些提案 对动青少年那个国民身份认同 是的 其实分三方面 那三方面就是我们希望 那时候刚刚通关 怎样可以带动我们的年轻人 可以认识我们的国家 特别我们祖国里面的发展 我们刚才说了 由一窮二白进入世界富强 这个的进程 其实我们无论我们的执政党 我们的共产党 我们每个政府部门等等 我们全国的市民 都是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的 而我们深深体会到这件事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说 就是我们怎样是 希望我们这些年轻人 不要只是回去吃喝玩乐 唱卡拉OK 吃一下宵夜 吃一下串烧 都要的 感受一下中国大陆的一些经济蓬勃的 更加要的 但是这件事我们觉得是比较 就是可能片面一点 但我们希望他们可以住久一点 了解更多 和一些居民有多一点的互动 就是要一些交流 了解文化 生活的状况 所以你看到在第一段的阶段 他们已经在做了 就是很多的一些互动 内地的访问团 比如百万青年上去的 这些什么 我们的考察团等等 第二步 我们很希望推动大学生 甚至读一些教育文憑 这些特别的 可以用一个学分互换的形式 直接去到内地做交换生 到一个半个学期 你说内地只是大湾区 都可以说覆盖整个大历 其实首先是大湾区 你问我 甚至是内地的主要城市 包括上海、北京等等 其实最重要 我觉得要了解一个地方 甚至一个人 最重要是日对夜对 这样才可以深入 这样可能去到 每个地方的大阶小巷 体察到文情 了解到民生的发展 了解到当地的历史文化 等等的传统 是不是和你当年 你自己求学阶段 都有试过去内地去 就是求学一样 是不是有一些经验之谈 其实我以前 无论求学也好工作 都去过不同地方 我去过北上去乌鲁木齐 亦都去过呼和浩特去学喝酒 是不是 那些喝酒是很夸张 多谢你多少岁 20多岁 然后有些又去到贵州 是不是 甚至去到重庆去学吃辣 深圳就学创科 就是有不同地方 有不同独特的产业 去配合国家的发展 其实这件事是 他们做得很好的分工 我觉得这件事其实 值得我们大湾区 未来的建设去借减 刚才你有一点点提到 就是说商鸟议员身份 就是又是政协委员 亦都是同时是立法会员 的而且确对于推动这个政策 是相辅相成的 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分享给大家呢 其实很简单 刚才我说的一个 刚才我说的提案里面 是不是 接着我们国家都推出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 是不是 就是外国主义的教育法 我们自己特区政府 都成立了一个 是不是 外国主义教育工作小组 其实这些事其实都是希望 推动到我们全国的人民 包括我们港澳台的同胞 一起去真正的认识我们祖国的历史 就是不要让一些的人去抹黑 或者是挖众取宠 甚至是串改那些的历史 作为参与者和推动者 以及提案者 会不会都觉得很惊讶于 其实中国大陆 尤其是我们国家 去吸纳意见方面 真的很开放 其实的确实是 你问我 刚才我都说了 其实我们所有的会议里面 都有人记录 有人做一个职场的筆录等等 还有都会尊重你 究竟是否说了这些说话 以这些我们都是用一个 杂斯讲迹的形式 求从传意的模式 去做到那个结果出来 所以我觉得是非常之 你问我非常难得 还有见到在一个 萤幕背后的一种 他们那种的历程 是 没错 见到你除了参与两会期间 回到香港都马不停蹄 刚才你有说到 就是跟各界的社群 或者不同的对象群 分享两会精神 其中你刚才也有说到 国家说有一同二百 作声到全球第二大的GDP 其实这个过程里面 你都见证着 国家真的很厉害 也都希望多些 和你的青年朋友 或者香港个界 共同说好香港故事 说好中国故事 你作为一个比较年轻的 全国政协委员 又是这个立法会议员 如何推动这个青年 去建言献策 或者鼓励他们多些 去参与国家事务 香港事务 其实我觉得年轻人 和内地的关系 就好比一对不懂的人 由相遇相知 相识到相爱 像拍拖 对 这四相去做好这件事 最重要是两方面 一定要有四个字 情投意合 对不对 其实国家 永远都开着门 开着怀抱 给每个我们全世界的人民 去进入认识 了解更多 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在电视 或者一些互联网的片段 就觉得我们已经认识了国家 所以为什么我经常都希望 我们的年轻人 可以多走入国家 利用我们现在这么便捷的一些交通 对不对 的配套 基建的一些 住在里面的建议 对了 就是可以了解到我们国家的发展 特别是 我自己 大家可以想一想 我们三四十年前的时候 我自己回到我们内地乡下 我乡下是在新回的 对不对 我是要搭一日一夜选 我要经香港的大达地上环 去搭船去澳门 再经过不同的一些交通工具 才可以回到我乡下 用一夜一夜时间 今时今日 我经过港珠澳大桥 两个小时多一点 我就已经做到了 以前搭火车 是一些绿皮火车 是不是 去设施是非常简陋 甚至你去厕所会见到路轨 今天我们搭高铁 那个速度 是不是 我们现在用的人工智能也好 我们国家的科技 登月 是不是 落到深海 都是世界上优秀 所以我们为什么国家 在面对世界 现在这样的大变局之下 都可以做得这么好呢 其实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有四个字 志强不息 以志强不息就是 正正就是我们 因为我们本身 我们那个的银性 和我们的底蕴 性格 趋此而成 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 我们国家 就是怎么样是 将我们那个 人民的生活 那个质素是提升 将我们的经济发展 是怎么样可以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 其实透过这些两会的精神分享会 你自己的得着多不多 或者你分享出去的时候 回来的回响多不多 其实真是很大的深刻影响 可能你们会见到我们在报告上面 在一些很沉患的一些字眼 但是在一些字眼上面 你会发觉国家是做每一样东西 都是为了人民 很简单 疫情期间我们个个都面对着疫情 是不是 在内地他们上法庭 是不用亲自上 是可以在镜头下 就已经可以做一个法庭的一些民事的一些审判 是的 跟香港是不同的 搞得整个全部都很要厌口 他们很懂得利用科技 懂得利用我们电话里面的APPAPP 去将我们的辩民生活 是更加方便市民去做得更好 就是做到以民为本 是的 你刚刚也提过 你也是关注青年成长和国民身份认同 而内地刚刚也开始了 刚才你也说到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法 其中有一些条文都是跟香港有关的 你觉得香港应该怎样实际去推行 令到更加落地做得更加成功 其实非常之开心 见到国家去订立这个法例 令到我们香港可以做一个策划 特别教育署方面 也可以了解到那本历史书 或者一些课本是应该怎样写的 应该牵涉到什么内容 有个框架 或者有个框架 是的 没错 那样东西非常之重要 特别就是很多时候 我们可能认识的历史 或者认识的国家 是可能一片面 就是希望国家都可以让我们知道 我们究竟想了解 认识他们的更深的是什么 因为是好事 其实我会永远觉得 就是年轻人 就是刚才都说的 希望他们可以多些回到内地 就是不是只看书那么简单 不是只看书那么简单 文字当然要了解 但是更加应该要实际看 是的 但是譬如说我是学生来的 我怎样可以有时间回去呢 所以我经常都觉得政府 或者是有关的一些部门 或者一些机构 是可不可以做到一些 比较灵活一点的 一些比如动画片 一些投放片 VR等等 甚至圆宇宙这些角色 等到他们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 其实国家里面有很多的博物馆 不说你不知道 其实我们可以这样卡进去 就已经可以参观了很多不同的一些 就是他们里面的一些展品 甚至他们的历史的一些进展 所以我们教育局里面 或者教育处 有没有这样的课堂 是给到他们 第二就是说 我们会不会有一些流动展览车 是不是 可以讲解我们共产党 创党的一些历史等等 让他们可以体会到 原来什么叫一个苹果的故事 另外一些的我们的共合作 或者其他种种方面的一些 建党的不同的一些进程 主义学生的本身 老师又需不需要去特别推动一下 其实我自己会觉得 作为一个的诗教者 我觉得永远都是老师 是不是会只是参与那个课本 其实是远远不足够的 所以我很希望他们都可以去 不同的学校去做一些交流互动 甚至是可以 比如在趁暑假、寒假的时候 可以来到和其他的老师 其他地方的老师 可以做更多的分享 甚至可以住在那里 可以领兴去更多文化 或者你刚才说的学分 也都可以他们上去读书 是的 其实如果去学分的时候 在做老师之前就应该要做到的 哦 就是学生的时候 在做老师之前就要上去了 现在更加要与时并进 认识到国家 因为国家的发展 每年都是不同的 每个时段、每个地方都会不同 所以可以去更多不同的地方 东北有东北的地方 是不是 我们南边有南边的不同 西边有西边的美丽 所以有很多的 肯定会给到他们不同的体会 大家都很关注 现在内地的经济状况 的而且是一个很有挑战的 香港也是因为鄰近是祖国 背靠祖国 所以无可避免一定会受到影响 也都大家一起希望可以发挥到自己独特的优势 你觉得香港怎样去发挥更加强的优势 去辅助国家的经济的发展 首先我觉得内地也好 香港也好的经济环境 就是今天有挑战性 这个不是单单我们是可以独善其身的 因为全球经济 特别在疫后的复苏 那个步伐来得比预期中慢所引致 可能特别是一些人力资源的问题 是不是 种种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地缘政治等等的影响 所所限制汇率的问题等等 其实这些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慢慢去解决 但现在最重要就是 我们应该利用我们十四五规划下面 我们香港独有的一些八大中心的优势 是不是 我们普通法的优势 做好 汇率的优势做好 特别是大湾区的建设 所以我们在议会上也讨论过 大湾区的发展应该怎样做 我们很多议员都提到 四楼 人楼 资金楼 物楼 和信息楼 这几样东西 人楼那方面 怎样是可以做到无感通关 就是根本上 不需要用回乡卡 甚至身份证 就这样说过就过 很超前 是的 就是我们都希望政府可以去想 货物通关 包括做好那些单一窗口 就是令到货物楼更加完善 香港我们最重要是资金楼 和内地资金的限制等等 因为我们甚至买车买楼 我们的汇款限制 令到我们都可能要和内地的朋友借到钱才能做到 第四就是香港是一个很独特的地方 就是做好怎样的信息楼 香港始终是一个用行普通法的位置 怎样可以做到一些信息的交换 包括医疗的生物科技 绿色金融的发展 绿色产业的发展 其实这些东西可能有一些比较敏感的资料 香港正正是可以做到一些资料互换 和资料交流的一个中心 总之来说 就是2024年踏入了新一年之后 都是充满希望的一年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年贺池里面也祝负 香港要继续发挥自己独特的优势 更加说我们更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里面 保持长期繁荣稳定 要为民生聘经济 所以以后2024年或往后 都要靠李振强和国家一起努力 一起拼搏 好,谢谢你 谢谢 两个特别行政区 目的是推动区内经济增长 创新同一体化 随着大湾区发展及一小时生活圈的实现 越来越多中产人士和长者 考虑在内地退休养老 老年人最重视的是优质医疗保健服务 由于内地和香港的医疗系统不同 令到长者在香港享有的公营医疗服务 未能在内地医疗机构以一站通方式实现 他们为了医疗而奔跑两地 不能够在大湾区安居 为解决大湾区老年人面对的医疗保健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梁美芬就向人大提出建议 提出增加驻大湾区的香港联营医疗机构 及增加医生和护士的数量 以方便居住大湾区的港人 能够获得所需的医疗服务 梁美芬有建议 改善港人在大湾区获得专科互利的机会 包括增加专门服务港人的大湾区专科医生 例如在牙科医生的数量 并改善他们服务的可及性 同时希望发展远程医疗服务 给生活在大湾区的香港人 可以在家中咨询香港执业的家庭医生和专家 另外他建议给香港政府的医疗津贴 可以在大湾区使用 香港政府可以按人头量津贴 可以在大湾区退休安老的永久居民医疗服务 令在大湾区退休的港人安心生活 还可以让大湾区医护服务可以增加客源 香港政府也可以减轻人口老化日益增加的医疗压力 包括医院、病床、医疗团队严重缺乏人手等 达致互卫互利效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